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介绍湖南卫视两大王牌主持人出场的时候 请注意 杜海涛先说的是何炯 然后再说的汪涵 非著名于平仁吴清宫指出 最后介绍的是来自宝岛台湾的主持人黄子角 站位的时候也是倪平和何炯站中间 汪涵和黄子角站两边 现在知道谁是湖南卫视一哥了吧 那就是何炯 杜海涛的主持还是挺好的 一点都不慌 刘成记得很清楚 先让倪平回忆第一次做主持的情景 再让黄子角回忆第一次做主持的情景 黄子角比倪平小13岁 但都是30多年前第一次做主持 黄子角1972年出生 倪平1959年出生 倪平1990年开始做综艺大官主持人 当时已经31岁 黄子角1988年参加青春大对抗比赛 从而正式进军主持姐 当时只有16岁 杜海涛不愧是快乐大尾营的主持人 时时刻刻记地把何炯说在前面 汪涵说在后面 而且汪涵也很大度 他让何炯先说 何炯也习惯了汪涵这个老大哥的关怀 汪涵的大度令人钦佩 但是何炯的细心也无人能敌 刚刚黄子角本来是站在最旁边的 轮到他发言的时候 好 好